上世纪80年代 中国作家张雄文采访了解中共军事内幕的老干部时 一位老干部跟他谈了1947年至1948年 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大别山的一段往事 这位老干部说 刘邓一头扎进大别山 对这一进军刘伯承有极大不同意见 而邓小平却极力维护毛泽东的主张 坚持大别山后期 刘伯承与邓小平间越发水火不容 刘伯承部队日渐缩小 挤无战斗力 提议走出大别山 邓小平则强调坚持中央方针 两人争吵之际 刘伯承索性提出分兵 两人各带部队行动 自己出大别山 到玉溪去 邓小平则依旧留大别山 意见反映到中央 毛泽东只得同意 承射 以后 以后 ую 感谢观看